哈嘍大家好我是上夏天 今天來玩我們的Car Parking多人停車 那Car Parking官方呢在8月21號釋出了最新的4.8.3更新版本 那這個版本呢是測試版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玩到這個版本 那有些人你只要加入Play商店的測試人員就可以更新 但是有些人不行 那我今天呢除了要帶給各位一些更新資訊以外 我還會教各位如何下載4.8.3的測試版本 那這個版本目前只有安卓能用 所以iOS的用戶幫你們哭哭囉 好啦廢話不那麼多 首先呢這次更新有更新三台車出來 還有比較大一點的更新就是CT1的更動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帶各位去看一次 喔對了還有越野地圖那邊也有做更新喔 那整個來說呢是改蠻多的啦 我還蠻興奮的 因為這次真的是JDM迷的福音啦 幾乎全部的日系車都可以改套件 而且那種套件是非常誇張的 那我們先講這次的新車 首先有更新的是Honda CV-Type 對了這次的更新套件幾乎都要課金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們準備好你的錢包吧 花下去啦 沒有啦還是要看自己的能力啊 不要花過頭嘿 好啦不廢話這麼多 那除了這台呢還有更新的 野馬 老野馬 還有一台老車 大概就是這樣那這兩台呢 我就先不看了 這交給各位下次更新的時候慢慢來體會 現在給各位看一些有更新套件的車子 哦這次真的其實更新蠻多套件車的啊 像是 像是我們熟悉的新手車EK9 後面的超級大尾翼跟前面超大的定峰翼 還有上面有夠誇張的進氣孔 再來也是一輛我很愛的車 終於有套件了 我們的S2000 而且這個套件看起來也是非常的誇張 就是超級大的尾翼跟前面有夠誇張的套件 真是令人非常興奮啊 還有一個我覺得看起來非常棒的哦 找到了 三菱的EVOX 這台車哦這次也是做的很誇張 你看他一整個套件 看起來真是加了非常多分啊 好啦這次的套件真的太多了 我沒辦法一一帶給各位觀眾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CT1到底更動了哪些地方呢 就是我說啊 CT1變成這樣我覺得非常的棒 等一下給各位看就會知道 CT1終究變成什麼樣子了 應該已經很多人知道了啦 畢竟現在社群上面都有人在分享 有沒有CT1整個大改版哦 旁邊多了這個藍色的這算停車格嗎 還有中間中間有多這個橋 路面的材質也不一樣了 之前的圓環中間也多了一隻馬 還有現在呢一些路燈那些都可以撞掉了 有沒有像這樣 他多了這種物理系統我覺得還不錯 就不會像之前撞到桿子就被停蟹啦 完全不符合物理啦 還有地圖呢也是變得比較清晰一點 有點半透明狀的 可以直接繼續看到前面的路面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還不錯啦 那等一下呢就要帶各位去看更新後的越野地圖了 Let's go 在隧道這邊的燈光材質也有做一些變化 看起來真的是畫面非常的美 說到畫面呢 設定這邊他也有新增了一些功能 就是底下這個特效有更多的選項可以開了 不過呢我現在是用手機玩 因為模擬器還不能更新 所以我就不開這些特效了 好的各位這邊就是我們本次的越野更新地圖 其實這個地方還蠻大的吼 需要花一些時間來探索 那沒關係這個就交給各位自己來玩玩啦 最後再跟各位補充一下 這次更新呢有多了一個new card這邊 這好像是一個全球買賣車子的市集功能 那目前是以C幣也就是金幣來做交易 還有呢現在的線上模式變成15個人了 相比之前的14個人呢還多了一個位置 那以後我們的活動就會有多一位的觀眾可以加進來玩啦 還有就是剛剛沒有說到的 在買車的這個地方 會有車子的圖示 不過我覺得呢這個好像沒什麼用處 所以我也不多做介紹 而且有時候會稍微卡一下 或者是沒有東西跑出來 OK那以上就是本次測試版更新的內容 現在呢要來教各位如何裝最新的4.8.3 BETA版本了 雖然說正式版很快就能更新了 不過想必大家也迫不及待了吧 想要趕快先玩一下測試版的內容 那我現在就來教各位 那我會把下載網址呢放在底下說明欄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們可以先打開底下說明欄 到這個網址之後呢 按這邊藍色的下載按鍵 然後等它下載 下載完之後安裝你就可以獲得最新版的遊戲了 對就是這麼簡單 那目前只有Android的用戶可以使用喔 那本次的4.8.3測試版更新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感謝各位的收看 期待正式版的更新吧 我們下次見 掰掰